随着国内迫切的长照需求产生 但许多长照服务推动团体认为 目前缺乏适当的服务模式 还有人才培训 因此有机构陆续开办 欧影万的走动式照顾服务模式 跳脱旧式的封闭实心制 提供在地多元弹性 而且适合居服员多次走动 这也协助了许多偏乡社区 我们是采越心制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服务人员 他的一个服务收入是稳定的 其实是可以 既然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其实你的流韧度会变高 那第二个部分 其实我们是团队合作 所以其实我们团队里面 有非常多不同的专业 我们有物理师 有物理治疗师 那我们有社工员 以往实心制又排班的居家服务 导致居家服务员 每个月的薪资不固定 扼杀了台湾居服务员的未来 因此年轻人多半不愿意投入 许多长照推动团体 开始推行月薪制欧影万后 有些偏乡或原乡居服务员 因为弹性的服务 加上稳定的薪水 开始找到工作尊严以及安定性 服务员他可能一天 他只能做比如说两个小时 真正的工作 可是他挖在车层上面 是这个的三倍 那可是这个时候 实心的部分来讲 这个部分目前政府 是没有补助他这个工时 这样新形态的走动式服务 内容依照各家庭的不同需求 弹性调配 除了让长辈选择最适合的服务之外 也让居服员产业有活水投入 台湾居服策略联盟理事长 图馨宁也提到 希望园乡尽量由在地居民来担任 居服员 相互了解文化才能够试任 也鼓励园园乡青年 返乡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记得喜顾许张荣 台北市采访报道